為了要驚慶家庭是小孩的負擔 政府對日空一半年開始 推動全共共華的幼稚園 要不過有民間團體就接觸說 有一些全共共華幼稚園 他們帶政府的錢 稍微發動來保證品質 他也只會說政府的評價 相過零囉 政府為日空一半年開始 參與議官的樹立 幼稚園夾者簽約 透過保祖 讓他們 正在全共共華幼稚園 同價家庭讓小孩投幼稚園的負擔 但是有民間團體基礎 政府導致多三百億 部分全共共華幼稚園 拿政府的錢 所以沒有大家應該有的評價 而且政府對他們的評價很明顯 然後再來他必須要有五年基礎評價一次 但是我們的總共共華幼稚園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個最簡單的五年的基礎評價一次 去年全台說 樹立幼稚園的總數有七千僚作幼稚園 根據他們的統計 基礎準共共華幼稚園有一千九百四十九僚 占整體百分之一百作幼稚園 但是五年來一定有違規讓人減肌的情形 台幼稚園開發的比率是達到百分之三十三 品質比較是需要煩惱 另外民間團體也對北政台幼稚園的總統參選人 提出豪躍 除了準共共華幼稚園要加強管理 占對不是都市地区 主管較少的地方 也要求推動增加這些地方的共共華 核戰教育機構 記者檢討隨意台北部